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宗偉明編導 包請從政 在宋仁中在位期間 出現了一位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清官 他就是人所共之的鐵面包公包請 但是民間傳說裏的包公故事 絕大部份是誇張或虛構的 並非歷史事實 例如戲曲裏講及包公遇到流落民間的 宋仁中生母李神飛 揭發劉太后黎貓換太子的陰謀 審訊宦官國懷 令到宋仁中生母李神飛沉冤得雪的劇情 就完全與史實不符 事實上 劉太后當權的時候 包請初入仕途 只不過是一個地方小官吏 到劉太后病死的時候 包請也只不過是一個中級官員 還沒有資格過問宮廷裡的事 而宋仁中生母李神飛 比教劉太后早死幾年 當時的身份只不過是一名年老公女 而且當時的宰相女兒簡 還勸劉太后厚葬這名老公女 直到劉太后病死之後 宋仁中生母的身世 自由宮中的人逐漸揭發 並且得到八皇叔趙元染證實 然後至追封宋仁中的生母公女李氏做神飛 整件事都與包請無關 那麼歷史上的包請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 包請別自欺人 是盧州合肥縣人 合肥縣即是今日安徽省的合肥市 包請生於宋真宗咸平二年 即是公元九九九年 他父親叫做包令儀 俊氏出身 曾經做過紀任地方官 死了之後 朝廷賞賜包令儀 刑部侍郎的官下 包請本人在宋真宗末年中俊氏 但是由於侍奉父母並沒有做官 到了宋仁中初年 父母已經相繼去世 開始踏入仕途 第一個官職是天祥縣之縣 後來晉升為端州之縣 端州即是今日廣東省邵慶市 他又奉趙入京 出任監察儀市 三司互部判官 由先後出任京東路 陝西路 河北路的轉運市 他為官清廉 處事公正 不備權貴 由於包請長期出任地方行政官 和地方的理財官職 所以他對當時宋朝的官場漏襲 和政治弊病認識深刻 他敢於揭露這些漏襲和弊病 他亦願意挺身而出 為維護老百姓的利益說話 又敢於彈劾不法官員 敢於糾正行政上 以至司法上的錯誤 因此在民間聲譽甚高 而朝廷對他亦十分重視 相傳曾經權重一時的宰相呂儀簡 對包請十分上色 向宋仁宗極力推薦 但是包請對呂儀簡 為了維護既有的政治秩序 而排擠改革派的范仲淹不敢苟同 認為善惡不分是 此最為國之大患也 到了宋仁宗王佑二年初 包請回朝出任間官 當時宋仁宗寵愛貴妃張氏 張貴妃的伯父張堯座隻手可熱 由權之開封府市 晉升為三師市 成為全國財政首長 由兼任孫徽南院市 淮康節道市 景寧宮市 群木濟智市 四個榮譽官下 作為拜相的準備 包請和其他見官 吳灰、陳旭等人 認為應該阻止這件事 請和其他見官 欺人兄, 近來聖上屢次佳恩給張瑤座 看來聖上是想增加張瑤座的聲望 方便他他日拜上 蔣文兄, 你就說得對 聖上頻頻提升張瑤座, 的確事不尋常 張瑤座憑著愛戚身份, 得到聖上重用 短短五六年間, 就由開州之州, 晉升為三思士 掌管天下財政 唉, 可惜他貪皮繁勇, 中飽私樂 令到朝廷財用困憤, 實在是誤國害民 簡直是小人得知 唉, 可惜宰相聞厭博, 和其他執政的公卿 對他的所作所為, 又不聞不聞 唉, 聖上家他的官著, 又沒有極力阻止 我包拯身為間官, 萬萬不能坐視不理 啊, 虛仁兄, 你打算上塑壇張瑤座? 哦, 沒錯, 朝廷用人, 應該以德行財幹為準則 縱容外戚敗亂朝政, 實在是國家之大患 但是, 張貴妃是後宮的顯貴 但是, 欺仁兄你得罪他的伯父, 似乎不太適當 咦, 蔣文兄, 古聖賢說過 保民而往, 莫之能餘也 我包請為民請命, 理直氣壯 宮中的權貴, 又怎能夠加害於我呢? 嗯, 好, 我不悔一語支持, 欺仁兄 閉下, 那個間官包請, 竟然不顧情面, 連續幾次, 上所彈劾神妾的伯父 還說他財幹平庸, 涉居顯慰, 敗亂財政, 還說他縱容貪污 閉下, 你真是要替神妾的伯父作主啊 唉, 貴妃, 包請所提及的事, 都不是無宗生有的 好吧, 張瑤座出任三師事一年有多 朝廷的財政, 的確是比以前困難 朕如果為了維護張瑤座, 斥責包請 那就會令到群臣妾議, 對張瑤座就更加不利 哦, 避下縱容包請, 欺負我的伯父, 我不需要 貴妃,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為國家著想 為國家著想, 就不理神妾了 不是 避下一定要為張瑤座作主的 唉, 好了, 朕又對包請的彈劾至之不利 讓他知難而退系 是, 日慶, 幾個月前 我們聯名上所談談張瑤座, 聖上遲遲未有表示, 不知道有什麼用意呢? 蔣文兄, 看來聖上是想暗示我們識事寧人, 不要再提這件事 聖上想我們放過張瑤座? 沒錯 那不行, 張瑤座是居顯耀, 誤國害民, 凡是遊蜥之事都對他十分憤恨 如果我們放過他, 豈不是枉為奸官? 蔣文兄, 你說得對 聖上如果繼續維護張瑤座, 一定會大失人心 我爆請為了大宋國運, 一定要再次上售彈劾張瑤座 這次我要請求聖上將他罷免 欺人兄, 你再次上售, 必定萬日響應, 令奸人畏懼 你才會關心, 呃 爆興, 在, 你類似上售彈劾三師事張瑤座 是出自口愛朝廷之心, 大公無私 朕十分明白 亦十分加讀 但是 张瑶座的事 朕之有处置 包庆利无需对他责备太深 微臣包请啟稟陛下 陛下丘礼外戚 实在是人之常情 但是以国家大事付托外戚 而又用非其才 岂不是损害江己 令人心不安 朝之物矣 微臣身为奸官 不得不直言无忍 微臣翻查国史 祖宗时代未有重用外戚 也未有外戚干预朝政 微臣敢问陛下 张瑶座何得何能 独蒙恩宠 身兼四夕 包兄你说得对 好 朕决定劝张瑶座辞去官籍 调去河阳安治 陛下能劝张瑶座辞职 实在是保存张瑶座的良策 朕为了令天下神民安心 决定颁布召书 从今之后 后非家属 不得出任中书省书物院官职 以超公允 陛下声明 真是大宋万世之福 是不是 莫名 大宋万世之福 朕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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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宋仁宗在全国神民的舆论压力之下 不得不劝张瑶座辞去本兼各职 没多久调张瑶座出阵河阳 包拯在罢免外戚张瑶座事件之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亦因此声誉大为增加 后来他又多次上售弹劾贪污舞弊的高官 例如揭发汉林学士李淑的贪污不法行为 又弹劾江西转运士黄葵木无法己 剥夺民财的劣迹 又揭发太常少卿任辩巴结上司侵吞供款等等 令这些官员受到处分 因此被一般老百姓视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当时民间有一句流行语说 所谓关节即是疏通的意思 包拯任职监官的期间 曾经多次上售建议改善行政 例如严格执行法纪人尽其财 严格规定官吏职责 裁减无所事事的勇官 减少民间的差役 令官吏舞弊刑事的机会减少 巩固边防抵御外母 整顿曹运减少无谓的耗费等等 其中有部分是得到采纳实行的 几年之后 包拯以龙途国席学士官含出任河北转运事 所谓龙途国席学士是一个荣誉官含 原本的意思是在宫中的龙途国当席 替皇帝处理文献 但是得到官含的大臣不需要真的入宫当席的 其实宋代有不少官员都得过龙途国席学舷这个减头 但是包拯就因此被后人称为包龙途 后来包拯又出任扬州之州 奴州之州 池州之州 滋江宁府等等地方行政长官 到了宋人中加油元年 即是公元1056年12月 包拯出任权之开封府市 即是开封府的行政长官 开封府的行政长官 原本叫做开封府吻 但是由于宋太宗赵光义 未继位之前做过开封府吻 所以后来这个职位的名称就改为 知开封府市 又由于宋真宗赵元罕 也即是赵衡 在继位之前做过知开封府市 所以辞职之后又改称为权之开封府市 在包拯之前 北市安、宋伯、扣准、呂宜简、张德仗、范仲淹、导演、假昌潮、明浩、张瑶座、呂公卓、曾公亮等等著名大臣都做过这个官职 北宋的开封府商业繁盛、人口众多、权贵混习 有关的财政、治安、诉讼、户籍、房屋、教育、卫生、火警、水灾等等事项非常繁重 对出任权之开封府市的官员来说 的确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来的 包拯上任之后就召集辽淑 了解开封府的情况 这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就是最好的 本啊 那么 有点 有点 可能 这 瑞缸 召集中 我们 吼 各位同僚 本官奉子权之开封府事 各位都是在府衙任职多年的旧人 请你们将开封府的情况 报告给本官知道 启品包大人 开封城内 分为十商一百二十一方 分别由开封、长乎两月管闲 城外有九商十四方 大概有十余万户 五六十万口 而每日往来的商贩 事者、游士、争盗 仲是不计在内 按照这么说 开封城的确是人烟囚物 况且这里是大宋的京城 恐怕要治理好这个繁华之地 都不是容易的 没错 力任知府大人为了治理开封府 都精疲力竭 况且力任知府的任期都不长久 日常政务多数由辽宿代办 辽宿未必进责 所以事情职压更加难以解决 想不到一座繁华都会 都会有这么多不妥当的地方 对 正是大街两旁的商贩 侵占街道 盖建房屋 在这经营买卖 已经令人头痛 力任大人未有好好处置 令到行人居马受阻 还有城内的房屋太密 二生火灾 且歹徒还行不发 这些都是开封的职患 好 本官会详细查明 然后斟酌处理的了 请不吝博 你太辛苦了 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夫人 你有所不知 开封府的职闭太深 差不多每件事都被衰利把持 我逢止治理开封 凡事必须亲力亲为 对衰利严加独责 否则就易受蒙蔽 就算有心澄清 也无能为力 所以才是难得休息 就凭老爷你一个人的魄力 都不可以素除几十年的职闭 夫人 如果人人像你那样想法 开封的职闭不但不可以改善 还会日渐加深 我包情叉叉为名 只不过是尽力而为 包情出任权支开封府市 只有一年零五个月 到了家有三年四月 调任建议大夫 计包情出任权支开封府市的人 就是著名的学者欧阳修 包情后来官拜三司市 书勿赴市 但是任期都不长 到了家有七年 包情病死 当时是六十四岁 死了之后 被专称为包孝宿公 包情由于围观清正 敢于揭露权贵的不法行为 为民请命 所以深受后世人的尊崇 包情在宋仁中时代 从政三十年 而这段时期 正是北宋改革呼声激烈 保守派和改革派 互相排挤的时代 包情性格刚直 但是竟然没有受到党争的影响 官职不断升高 主要原因 是包情并没有偏帮保守派 或者改革派 他虽然不满当时的政治击弊 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 并没有与当时的保守派政治势力对立 他希望阻止政治继续腐化 尽力揭露和打击个别的坏官员 向罪恶超章的权贵挑战 因此得到老百姓拥大 对消除民粉有极大的贡献 他只是针对腐败 害民的政治弊病 而提出修正的意见 并没有要求改变既定的政治秩序 所以保守派官员 没有将他视为政敌 而改革派官员 也对他很尊重 总之 包请守正不安 为民请命的作风 深受当事人和后世人尊敬 成为古代中国好官清官的典范 中华五千年之夜 包请重正 是由李德能 陈炳球 董立成 谭翠莲 朱曼子 刘超文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